中文字幕——YK 凌空廊道 重沙环绕的景色 随季节变化 展现不同风貌 不变的是这里的泰亚族人 半年来一山靠山 每座山林都留下族人 文化与历史的遗迹 指标性的两座大山 一个就是我们正前面的 正前面叫做北拉曼 北拉曼泰亚族的话 就是说我们成年人 18岁20岁都要送到那座山去 要去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要做什么呢 自生自灭 那也就是告诉你说 要怎么去求生 怎么样去运用大自然 去获取食物 怎么样去跟其他的 因为你不会是一个人去 会有好几个年轻人 同时去怎么样跟他们合作 怎么样他们去维持生活 那是北拉曼 北拉曼三地化的一四节方过来 就要去试试看的地方 好 顺着寒内大哥手指方向 就是他要足著名的 抗日事件地点李栋山 我们过去跟日军 做殊死战的时候 我们都是袭击作战 打他们的碉堡 这样陆陆续续听说了 长辈讲 日军在那边阵亡了不少人 寒内大哥是现代少见 坚持不用枪支的传统猎人 对着山林他不禁发出感叹之声 开发是很大的问题 开发会影响动物的栖息地 其实我们去山上打猎 如果说是你定期的 只有在秋冬去打 其实一座山 你是永远打不完的 掉不完的 可是你一个栖息地 做大面积的破坏以后 动物就离开 你再也不会回来 还有赵林 政府不是砍伐吗 砍伐以后赵林 赵林都是照单一林象 你看这是山木 都是山木 单一林象对生态 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事情 应该要混林 要很多的林象在一起 日据时期大量开采煤矿 而煤园一带地区 就有三处矿坑 但随矿业没落 坑口早已封住 煤园是因为 国民政府采煤以后 采叫煤园 其实早期叫鸟嘴 或者是巴嘎 煤园 就是我们的煤 正在大产大粗的时候 内湾是我们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 一个提善地 不管是木材 煤园都集中到内湾 然后内湾坐着火车出去 80岁的阿公达利 是煤园部落 少数从事过采矿工作的 阿公因为弱无力的声音 回忆起18岁时 与其他三位好友 一起从事矿场工作 其中一位当时不幸罹难 而悲伤不已 他说做了两年之后 因为每日25元的薪资 不足以养育蹊 而离开着有高度危险的工作 这个是冬天抓的 皮特别的 好 动物它本身就是有 有那种肌 自我保暖的这种功能 好 那个毛特别长 哈勒大哥喜爱山林 堪称山林知识王 也是当地不老绝修闲员的老板 园里有不少 如他所言 靠老天所赏赐的珍藏品 从目前为止 我还是用很传统的方式 用绳索 用钢索 不使用枪支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狩猎 它的成果是很有限的 不过觉得斗智斗力 那个动物也是有生命的 然后我们也给人家传习 也给他机会 公平的竞争 哈勒从狩猎师父的传授 加上自身的经验 再再让他体认到 不用枪支狩猎 就好像跟大自然之间多了一个桥梁 对土地比一般人更有强烈的感应 就像他依梦境 常常可以预知所适的陷阱 有没有捕获 还是猎到哪种类型动物 我自己经过这么多年 将近二十年的狩猎的经验 似乎每一次 我们去要捕猎这种大型动物 都会有感觉在梦里面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事 小姐 我们传统狩猎的一般都会梦到喜欢的东西 有人也许就是喜欢漂亮的东西 狗狗也很漂亮啊 小姐很漂亮啊 什么之类的 梦到小姐会掉到山腔 野猪的部分比较强烈 野猪的话 我过去是对土地 坟山 烧山 什么之类的 烧山 然后要 就为自己的占据为地的时候 这一个程序 这个梦境几乎都是大型野猪 在布老居园区 常以当地产业研发不少产品 产业发展中心的规模已建成型 四缸酒里面有两缸是四重酒 一缸是四支酒 一缸是水米桃酒 这是你亲手念的 对 自己 这些都是我们农作剩下的多余的东西 来做的 这个勺子是竹子做的 自己做的 一定要用竹子做的哦 好 然后自己烧 那个造型自己烧 然后最好就是 我们那个粗细 放掉我们的杯口的时候 适合的 太粗了 都会倒不进去 勺进去以后 轻轻地放在我们的母杯 酒精浓度达45度的刺葱酒 是哈内大哥常拿来给老顾客 饭前一杯的开胃开心酒 在咖啡里倒上几滴刺葱酒 一口入喉 是来这儿出访的客人难以忘记的滋味 刺葱在太雅族聚落是常见益德的食材 不老居的主厨 也是新竹县部落大学的讲师董贵芬 以在地食材为内容 在这里开课相当受到欢迎 今天这一堂课要介绍的正式刺葱料理 我们刺葱就是要去山上采集 那当然最好是连根都有最好 那当然我们去采集的时候 要全副武装因为有刺 所以我们要戴手套厚一点 刺葱从根筋液全株都可食用 即使是满株的刺 晒干之后剪开分类 打成粉可以当刺葱饼干的料理 也是董老师今天在课堂上 要示范的一道刺葱食品 这部分是应该好 我们可以用这个打咖啡粉的 咖啡机的这个 直接放进去打成粉 那如果家里没有的话怎么办 就直接真的是要干一点 我们放在塑胶袋 把它打成就上来一个袋子 然后就把它这已经很干的 就放在这个袋子里面 因为有刺啊 所以还是用袋子 然后最好是手 要拿一个手套这样压 好 这样子 把它压成粉这样子 董老师在部落大学 担任讲师近八个年头 主要是开中餐秉级证照的课程 所教过的学生 九成以上都已顺利考上了证照 今年他开这一堂 在地食材创意料理课 试个单元试个食材 很多学员试考过证照后 进阶来上这门课 每堂上完 学生对食材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有同学 很多都是已经有具有执照的 所以说其实也跟他们 学一些做菜的技术 然后它那个种子 种子那个部分啊 它可以拿来运用 做像我们说的那个胡椒 胡椒绿的那个运用 它是有点香味的 最特别好像比较有兴趣的就是 好像可以治忧郁症啊 还说明天有一个 就是可以解忧郁的一个说法这样子 每堂课会先由老师介绍食材特性 再来示范一道料理之后 才开始进行学员分组时间 而且不要去揉它会出筋 我们这是滴粉 我们不要像做馒头那样子 触筋 就得用按压的方式 对 用你看我们的手的温度 用感情的意思 用感情 好咯 这样好了 其实等不及老师示范完 看出各做同学蠢蠢欲动 摩拳擦掌 准备也来大显身手一番 我们小子 我们小子 我可以帮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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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洗洗 你们这来的是做什么 这个 葱油饼 哦 葱油饼 是啊 用剪刀剪了 对 我们就把葱 我们那边剪刀剪成葱 也是小果的 很棒 来来 来来 来 来 这一组是要做什么 这一组 我们的菜单名字还没有呢 放逆点 四冲方程啊 天津可切了 他有带经有讲 四冲方程四冲散蛋 哇 有点那个炸蛋的意味哦 善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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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東西啊 因為你不加他們 不加他們 不加了 不加了 那邊都有東西 你拿了 那個什麼 我的那裡帶咧 其實這道叫什麼 鍋牛炒刺蔥 鍋牛要炒刺蔥 鍋牛什麼時候剪的 好幾天了 因為他要 要給他排泄 他那個裡面不乾淨的 所以連這個我們都要拿掉 這一個 這一個 要拿掉 我們不能吃 吃他有一點點 所以我們的味道不太好 你說你幾天前抓 然後再放著讓他排泄 對對對 最好是一個禮拜十天 每天要給他洗蔥澆 然後 他很寶貝 給他蔥澆 給他吃那個野菜 我沒有堵的野菜 對 所以他要撿來 不能馬上煮 對 不過也沒關係 我們放在這邊 蔥茶好了 蔥蔥茶 唉唷 你們好 吃了會躁鬱症嘛 治療躁鬱症 挺好的 對 你可以告訴我裡面有什麼 跟什麼嗎 天菊 天菊 好 那裡面就是 放食量 吃點 吃點 帶出他的甜味 然後就 雲苑燒 好 這個很脆 是人的 就這樣吃 對 好期待那個味道 我們的班長是男生 然後我覺得 我反而覺得他的 他的料理其實最讓我驚豔 最讓我覺得很特別 我每一堂課都滿期待看到他的料理 然後除了在研發的過程當中 他們還寫一個食譜出來 就是讓幾個 我們是用分組討論的 那這個幾個人 三個人當中 那他們就研發出一道菜 在這個研發的過程 大概要兩天左右 那這兩天也許是不同的家庭背景 然後他們研發出一道菜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這樣子的互動 所以我們這樣 因為這樣的互動 所以我們的學員的感情都還不錯 經過一小時的分組 大家準備上菜囉 看看每一道色香味俱全 佳養美食當前 誰不會食指大動 不過接下來是各組報告時間 要分享甜調與研發的心得 想吃得再等一等 我聽他們說 因為我們原住民很多會痛風嘛 刺鬆的跟他們泡酒 泡酒 然後就治療痛風 尿酸過高 我們泰亞族光是我自己的話 是以拿來煮湯 竹筍湯 它味道真的是一百分十分 我們的作品在這邊 這是那個刺蔥手握飯 那個材料就是隨手可得 就是芋頭跟那個地瓜 還有刺蔥 然後這三種都切絲 切細絲 然後炸鍋之後 用鹽巴調味一下 新竹部落大學開創以來 這堂泰亞族在地美食食材研發 是第一個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合作 通過學本認證的課程 學者以阿媽的食材開發出創意菜色 樂此不疲 可是背後卻是老師 辛苦與戰戰兢兢的預備 那個它在審核的過程中 其實是蠻嚴謹的 對 它除了在課程的內容審核 還有詩季的審核 就是一般比照 一般大學的規定在做審核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有了這個認證之後 其實對我們講師應該是說 有更大的一個責任感 我們很希望你們做的東西 可以帶動整個部落的將來的發展 在部落裡面就地取材 然後又沒有農藥的東西 其實是外面的朋友最喜歡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透過你們這樣今天的創意 然後可以讓更多的人來到山上的時候 會喜歡留在這裡 最快的是 就是吃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然後最期待就是 全部的菜做完以後 然後大家一起分享那個食物對不對 然後最可怕的是那個 體重可能會漸漸的增加 不只是泰雅族 我們還有很多同學都是 阿美族教的 還有各地來的 還有客家人 就是把他們的 跟在地食材 然後加入他們的創意 然後可以看到很多的東西這樣 這是最大的收穫 然後再來就是 老師也很厲害的教課的工法 各組每一個 每一個的想法不要融為 所以我只要上一堂課 我就有四種不一樣的 他們所料理的東西 所以我學的更多四倍 五倍 嘉老師的五倍 董老師教學多年 在部落飄來的菜香味 可能就是 出自董老師教過的學生 正在烹調所飄出的美味 為了教學 老師以無暇顧及自己的餐廳 要來一趟不老居 可是要事先預約 新竹部落大學這幾年 每年學生達600位以上 課程內容有守住傳統文化 部落產業發展相關課程 也開始結合媒體科技 朝向透過手機 電視頻道 就可以收看各大的課程 104年經教育部評鑑 新竹部落大學 從全國15個縣市中 榮獲優等第一的殊榮 有三個頻道 那你們現在這三個頻道的 內容有一樣還是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有教育台 音樂台 跟總和台 有些那個騎勞就是 你要再叫他上第二遍 可能每一遍講的都不一樣 然後我們可以先排下來 或者是因為那些騎勞 年紀也都大 可能他就是上完之後怎麼樣 他可能都忘記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保存 之後會結合APP 就是我們部大會有很多那種手工藝品 就是他這個後面會是 就是把買這個機上盒 然後人家看的時候 底下會有一個APP 就寫說要不要購買什麼的 接下來也要提升部落的神蹟 好 看那個機器喔 五 四 三 好 我們再繼續這樣 要講的是有關買賣的這一篇 剛剛講到買賣 現在就講便宜 不要啊 盡量不是像很嚴肅的上課 比較好的 以影音節目作為足語教學的方式 是部大已經開始嘗試的做法 部大集結泰雅足語 在中高階以上水平的老師 他們一起用足語編寫劇本 兼自導自演 一下歌曲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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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人家 свой字會 很喜歡 這是 你問我 你問我 拍手 我们坐下 讓他們學習說,原來這樣的用詞,這樣的句子,就是用在這種場合 要不然的話,大家都在教學上就是紙本,就是好像紙上唐冰 就告訴他這樣子,人家也是不知道要怎麼樣實際去運用 我們這個目的有一點點像是,讓那些小學、中學 就是國中國小這些人,實際看到東西之後才知道說,原來這個句子就是用在這個場合 好,然後第三篇,第三篇就贏客篇,這個是雅臺我要寫的 現在有兩個工作要繼續,第一個是劇本的發展,因為這個 我這樣看大概只有兩分鐘,可能兩分鐘或不到 所以那個劇本就要寫下去,我們至少要湊成大概三分半到五分鐘 這班被稱作族語新傳的班級,推動泰雅族語不遺餘力 白天更有所知,還利用晚上時間,激盪出傳承族語的新方向 他們還不時會一起討論,並建置泰雅語的維基百科 現在已經做,可能快三百個池圍了 所以現在進去就可以看得到? 沒有,他現在是在服務浴場,就是派他達到一個 量,對,那個總部那邊才讓他開放 提升他們對文化的認知,所以我在這裡教的大概就是一般外面都見不到 比方說,我會告訴他們那個泰雅族群系統的一些系統名稱的重要性 黑戴把燕也是這班的講師,由他帶動的泰雅語維基編輯群 不定時在維基服務場建置泰雅語的條目 他們所建置的數量,目前是全台原住民族語最多的語言 未來只要條目內容累積達到維基的要求標準 就會獲准成立上線,泰雅族語集成為正式的全球語言版本 以教育起家深耕部落的學校長,目前也是部大課程教學組的組長 深耕部落大學不應只是推動民族文化教育的搖籃 更應該面對時事解決族人當代困境 於是跟團隊特別規劃經濟產業相關的行銷課程 以增加族人產業的能見度與銷售量 部落的土地一直不斷地在流失 很多族人會把土地很便宜地賣掉 那我的朋友就告訴我 他說校長,你部落的族人賣土地是很正常 他說因為他可能碰到困難,他需要現金周轉 但是他說更深層的原因是因為你們的部落沒有產業 沒有產業,他說年輕人或者是中年人 他不會重視他的土地 他不會覺得土地跟他有什麼關係 那因為土地對他來講 現在在現在當代是沒有意義的 那不像你們傳統的部落 你們族人就跟土地是很… 就是直接就是天天在一起 是有很親密的關係 那所以他覺得要改變部落的族人 不會輕易賣土地 你還要維繫傳統的文化在這個部落土地上 可以被培養、被滋潤 他說你們一定要有產業 學員帶著這家產品 與老師有深入的對話與討論 梅堂的講師都是產業界知名品牌的業主 學生各個把握難得機會 希望能徹底改善自己包裝上的缺失 我從來到尾都沒有很喜歡這個包裝 我很喜歡我的產品 就是樹的就好了 就給我那個大花 是沒錯是婆婆媽媽很喜歡 如果換了一個包裝或怎麼樣的話 我覺得我相信我的那個銷售的業績 可能會比較好 這個香蕉飯是過去在部大的美食課程裡 所研發進而銷售的產品 現在是銷售者經濟來源之一 很不好意思喔 真的是有點不太及格 未來的計畫就是希望它能夠量產 對 然後結婚結慶的時候 就有人能夠訂這個東西 甚至也希望有 也製造我們一個部落的一個商機 然後也幫助也能夠說 我希望我也能夠在山上沒有工作的 現在是在家裡了 或是比較都在家裡面的一些婦女們 也有一個就是一個 賺錢的一個收入跟管道 雖然這是很好看 可是它就是小家庭就比較不好接受 那我現在就是想說 就是這兩個就是把它包裝起來 就是類似一個小竹袋這樣子 提回去的話可能 他們小家庭的話可能會比較接受 吃過的都說好吃而且很新奇 所以我就開始有信心這樣子 但是就是不知道要怎麼開始賣好 講師要每個學員講出自己的人生故事 還有從自己的興趣 專長連結到自家的產品特色 最後老師和學員重新設計出 別出新材的包裝設計 部落大學應該要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就是怎麼樣把部落的生活跟產業 是能夠被外面看到 可以分享給外面的 不管是朋友或者是陌生人 那這樣的東西它才可能 讓部落的族人會覺得說 土地對它是有意義的 謝謝你 主要是陌生人 天色彩缸明亮 太亞學堂的專車第一站來到金石鄉新柳村 你學堂那邊上多久呢 已經幾年了 五年集進去的三年多吧 你在那邊共學了什麼吉他 還有非洲鼓 木香鼓跟合唱 還有很多 每到周六就會看到太亞學堂專車 分別在新竹縣的武峰鄉 和金石鄉的部落接送學生 學堂設在竹東鎮 雖然周六不休息 但隱然這裡是大家期待來的地方 我們在公務中公務的環境嗎 真的嗎 對 那你什麼時候要來 等一下喝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要記得呼吸哈 二 三 七 二 一 二 三 四 二 五 一 五 一 五 一 一 一 來來來來來來表情給我 表情來表情開始 這邊有一根線拉起來 拉起來把你的頭反這樣車起來 眼睛眼皮眼這個嘴唇這個臉頰全部背 抬起來是怎樣 嘴開嘴開嘴開 打開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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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את 因為我們來這邊是算是假日學校 那不只是學音樂 我們其實中間還有一些空檯 我们会安排一些数学 或者是英文 小小班我们会安排画画 跳舞 所以是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三点 这样的一个课程 在国中担任教职 在这里主要是指导 合唱团声音的开发训练 泰亚学堂成立至今有八年时间 合唱团表现优异 常被邀请到国内外表演 我们之前去过了北京 去过了维也纳 也去过了德国 我们其实是几乎每一年都会出去的 对 有的是去参加比赛 有的是也是被邀请去的 他们是其实很期待来这边的 他们是很期待 因为来这边不是只有学习 那他们也会认识更多来自不一样的 但是学艺是留着 一样学艺的泰亚族的小朋友 对他们是很期待来到这里的 对 一年级上画画和直笛 二年级之后 依个人兴趣分班 在山上不少家长 认为给孩子学音乐是一种奢求 但是来这里 除了中餐不能免费 只要肯来学习 直笛 提琴 吉他 树笛 喇叭 都是免收费的教学 泰亚学堂的运作除了经费 需靠外界赞助捐款 其余行政和教学工作 就是所有泰亚学堂志工团队包办 而这些志工团队 就是集结新竹县教育界的 原住民老师所组织的强大力量 有感于原乡儿童 学习资源贫乏 八年前燃起他们设立 泰亚学堂的想法 走过八年 他们默默陪伴服务每位孩子 在教育体制外 训练学生在音乐上的天分 也培养出大家深厚的情感 泰亚学堂志工馆 其实我们平常来就是做这个 很愿意来做新生风险之后 我们还特别 我们就是喜欢大家在一起的感觉 就是学堂停课的话 我们还是会想办法找时间相聚 我们没有办法忍受一个礼拜 不在一起 没有在一起 觉得他们就真的是很认真 很牺牲 平常就是已经一到五都在学校 就那么辛苦的工作这样 假日就其实可以留在家里好好休息 但是学堂的一些 为了这些孩子 他们还是愿意来到这边来 陪伴我们的孩子 我觉得很感动 就在那边 就看老师有需要我们帮忙什么 就是可能就是像点名 或者是一些物品的搬动 或者是小朋友需要一些我们帮忙的 可能就是要陪伴 尤其是新生刚进来 还会哭闹这样 那我们可能就是在旁边陪伴他们 学堂每年所需经费 都由志工老师们亲自上证募款获义卖 这天他们来到新竹科学园区 参加由惠竹成长社举办的义卖工业活动 也许是上帝的地理人 也许是大地理人 既然早餐又如何换 结果换天会与之后断战 化成运才皆是任何 才能的世纪严真 与时风 愿意当那海里来 青竹的贵主成长社 他们每一年都会办一个 跳蚤市场 那他们跳蚤市场 他们举办这个跳蚤市场 他们的所得盈语呢 他们都会捐给四个社福团体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泰雅学堂 另外就设了这个三个餐位给我们 这就是部落的家长们他们自己做 那也希望部落家长也希望他们能够尽他们一点的心力 那今天来做这样的义卖 那这些义卖的所得呢 一部分也会捐给我们泰雅学堂 作为我们泰雅学堂的一个音乐教育培育的一个基金 那另外一个摊位呢 是我们也结合我们这个煎食箱的田市 那其中每卖出一盒 一百块就是捐给我们泰雅学堂 作为我们的音乐培训的一个教育基金 所以一方面帮助我们农民 也能够推销这个农产品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透过这个田市 也做一个社会的公益来帮助我们泰雅学堂 第三个摊位是新竹部落大学的皮雕班 部大与泰雅学堂这两个团体的人才与资源 常互通有无 就如学校长所说 部大有活动时泰雅学堂得跑第一 泰雅学堂有活动时部大是最大的支持者 而八年前种下泰雅学堂第一科种子的 就是学校长 为此他希望这样的合作模式 能打破一般人以为泰雅族不合作的印象 可是事实上其实泰雅族是最团结的民族 对 就是你看我们跟日本人 在以前日本人刚来的时候 我们打了二十几年的战争 从马武都一直打到李栋山 打到侠克罗 那每一个地方的跟日本人的抗争 抗战不是那个小部落 是从苗栗一直到乌来到宜兰 其实我们泰雅族是很会团结的 那只是现在的生活 的生活方式不容易让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大家也都会觉得有那个错觉 会说泰雅族不团结 那我们在新竹县的年轻一代的泰雅族人 其实很团结 因为现场热闹滚滚 就属这三个摊位宛容户外音乐会 因为靠这些活泼有爱的泰雅学堂 志工老师们团结起来 要以歌声回报所有帮助泰雅学堂的 企业团体与善心人士 那我们一年的泰雅学堂的这个大概 我们一年的运作的经费 大概一年要两百万的经费 所以这两百万我们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企业的协助跟帮忙之外 还有一些是我们一些社会的一些三星人士 他们可能也个人的捐款 也会透过一些可能划播啊 或是汇款啊 直接会给我们泰雅学堂 那除此之外 我们泰雅学堂也会常常会受邀到 各企业的参加他们的尾牙 那参加这些尾牙 他们就会给我们泰雅学堂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捐赠教育基金 让我们的泰雅学堂能够运作 因为活动结束 接着准备泰雅学堂的正头戏 大坝响起音乐会要上场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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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来 开始 我们看一下55 55有一个建墙 所以你要做的是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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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孩子 比较欠缺的是一个 比较专注的一个学习的态度 其實你說聰明度他們不會輸 但是可能就是在山上太習慣了 其實我們只是透過音樂去當一個媒介 那我們會希望孩子從合唱或是從音樂去學習專注 然後去學習去看看別人不一樣的文化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最終的一個 我為無編只要一個我我 阿滴我不永遠來相傳 我為無編只要一個 加入到哈雅學堂從國小一年起開始招收 一直到國中三年 在這麼多年的時間他們的學習音樂的路程當中 我們看到孩子他們的學習是不斷地在進步當中 他們的專注力也好 或是他們的學習態度都不斷地在改變 大部分這些孩子在學校 都是學校的代表學校參加各式各樣的比賽 或甚至學校的模範生 在學校都會有很好的表現 甚至有些孩子是在渡會區的原住民 他們也是在學校也都是表現得非常地優秀 因為派設有幸認識泰雅學堂 發現每位志工老師們 都使一致認為太陽學堂的目的 並不是在培養學生成為音樂人 而是要傳達音樂是禮物 要分享給所有的朋友 音樂是媒介 要讓學生增廣見聞 建立信心 培養學習的專注力 我們看到他們心中的這份願望 實現在孩子身上 也成就在這些志工老師們的身上 這場音樂會還有很多新主線的其他 音樂團體共襄盛舉 當然這幾年 從世界國際合唱團 竄紅的泰雅之聲合唱團 更是音樂會上的一大亮點 一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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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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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预购大概还有600箱没有出 看上去一大片的白色套袋 里面就是一粒粒可以换成钱币的填饰 但是阿强刚退伍时 为了等果树成长 可是又长达七年没有收入 阿强早已学会要当一个乐观的农夫 阿强用平淡语气说 这次连两个台风就像是重乐透一样 都种到自己的田势源 叶片被吹落影响田势的品质 但他乐观一顿 仍能在台风扫落夜后收成有加 有真的没有好 你一直持续增下能量 这个事情挤不倒你 那刚刚回来的时候 市值不知道卖给谁 以前来山上的人毕竟少 现在因为大家因为周旧二日 然后大家会出来山上玩 这样子慢慢慢慢才有销售 早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我们都送到市场 批到市场 现在不用阿 客人上来一传十传百 慢慢慢慢就已经功不应求 但是我们有去把它克服 就是说这个叶片 因为它没有叶片 它还可以采收 这是我跟别人用心的 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当时相互所开了一个课 大概十五个人 第一天我第一个到 牧师说 这个鸡不容易 他说不简单 一百个里面可能一个人成功 我说我就是那一个人 结果我讲那句话 第一天十五个人 第二天送我一个人 阿强还跟着韩国牧师 学了养鸡的功夫 上百只的鸡 每天要喂食三百多公斤的青草 和自制的乳酸菌 洗米水 洗米水然后把它发酵 发酵完以后再加牛奶 这 很重啊 很重 也真的翻出来 你说要一天喂三次 一天喂三次 鸡每天喝这个 大概两百杯三百杯 每天都给他喝这个 当贵若贵是需要的时候给他 这个的话每天都要给他 如果说祖山菌买的话 外面卖一瓶要七八百块 那我们自己做的话就 只要会做就很省 没有味道 没有苍蝇啦你看 大便下去以后它变成饲料 它不是喜欢饲料 是微生物的关系 所以你看这边 这边大概两三百只鸡 一天它大四坨就要一千两百坨 可是看不到大便 都看不到大便 很奇妙的地方 来到阿强养鸡秘方的基地 每个桃窝里面都是以当地的物种 来培养繁殖维生物菌 酵素以及氨基酸 制作这个大概半个月 它把它用黑糖去把它扩大 又可以保存 这个要把它喷在电料下面 我们把它喷在那个鸡床底下 它有分解大便的能力 所以鸡大便会因为这个 会变得没味道 这个因为都是 偶心力学杰作 所以都不想浪费 除了当期的肥料之外 这些自制的维生物菌 还有利于土地的活化 主要我们是要活化土壤 现在对 我现在要做一下活化土壤 因为我们已经更多20年了 南米会用一些肥料 或者它比较会酸化 所以用这些东西 都可以让我们的土壤活化 所以那叫土壤改良机 水果一年才有一收 而氧基之后 蛋的产期与产量 让阿强很快尝到 多一份收入的惊喜 但是要利用土地在地生产 强化观光 以让在地产业增值 财团进来 不管说谁进来 进来跟原住民互动 我们原住民要放宽 去跟人家合作 你不要怕给人家吃掉什么的 这个东西 你有技术吃不掉 技术你带不走 我们空有土地没有用 梅园的自然风光 适合来一趟慢活之旅 这栋未在海 拔一千公尺的知名餐厅 让人置身在森林中悠有舒畅 我们也没有空调 我们在这边其实海拔会很高 那我们一年四季是盖大棉被睡觉的 我们连七月到九月 你们可能在三下都是吹冷气的 可是我们真的都在享受 这种自然的那种气温 有时候我们会带员工就是上来 就是说时间OK 然后还有天候OK的时候 我们就带他们上来 他们看到每次说好恶心的美 老板娘杨岳英与夫婿 因为喜欢自然山水 退休后选中梅园 作为他们的住所 与招待朋友的秘境 后来大受朋友的喜爱与推荐 而扩大到可容纳百人的餐厅 想进一步盖为饭店 但几番申请一直未过 其实很多游客都一直希望 我们赶快让他们享受 这自然的风景 然后分享就是说 我们晚上的一些夜景那些 其实我们也是要遵照法令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各方面 还有游客的安全 也是包括质疑这样子 老板娘说在这座山 看到的各种松树 樱花桃花桂花树 从无到有 是他们每年花三十万 老公一手栽植 每天早晚投入住的工作 很多水宝的人来跟我们讲 说你们老板真的很大手臂 水宝做得这么好 一般他们公共建设 还没有花这么多钱 我老公在这方面真的 包括我们的整个水路 什么走 他都弄得非常的好 种树除了有水宝功能 美观还多了一份经济价值 在竹厨精心研发之后 午夜松桂花树 现在成为餐桌上的茶饮与油醋 煤松也是在我们山上才有 平地没有 没有煤松 对 我们自己下去 好 要三个月 味道才会出来 桂花树也是都自己 很多 外面现在都看得到 那个都是桂花 主厨多方巧思也利用 部落当地食材甜饰 作为餐桌上的美食料理 甜饰它属于它比较甜 它甜我们用那个 生火腿下去包 生火腿它是比较有咸味 它去搭配 吃起来会比较顺口 比较搭 因为它是咸的东西 搭配它甜饰 而且它会脆 还有甜 就咸咸咸 对对对对 比较会开胃 360度的环绕玻璃 每个角度都可以享受自然风光 加上美食当前 不论是用胡桃木腌制 外酥嫩嫩的烤鸡 还是脆而不硬 用多种蔬果入味的猪脚 再搭配当地食材的美味 尝一口 绝对吃得到主厨的用心 那苏玛天宫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差 没有 不会有一些冲突性 它那边生意好 我这边生意好 因为我们是一条线 它那边的客人会过来 我们这边的客人会过来 会互补 所以我们这边的产业 如果说像我这个田势员 我们的东西如果多元化 它那边生意也会相对会影响 会比较好 为什么 我们有做餐 我们顶多青菜 水果 那今天就水果 我们这边客人是不是很多 尤其是假日 它那边一定爆满 所以我们无形之中就在合作 部落大学是推动部落成长的摇篮 太阳学堂是展开学生自信的力量 而地方产业的经营 到观光发展的活络 从北德拉曼山的古老传说再次重现 人才的结合与团结 让未来的路更宽广 你可以这样试试看 德拉曼三地化的 一试直接翻过来 要去试试看的地方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